这个男人只因没有得到老板提拔 就扬言要在三天之内杀了老板 然后在当天 老板就死在了办公室里 而他 还是唯一一个进过老板办公室的人 男人名叫富哥 自打进公司以来 就靠着拍马屁的功夫 从小职员一路升到了管理层 老板还暗示过他 会把小女儿嫁给他 未来还会选他做继承人 然而到了选总裁那天 老板却把职位给了他 身边的那个胖子 还要把大女儿许配给他 富哥气得弹射而起 你咋说话不算话呢 我就说话不算话了 咋的 你还要咬我吗 我特么刷白调话 被信用卡来填你一家人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 信不信我弄死你 老板并不生气 只是让保安把他嫁了出去 富哥在办公室哭了两个小时 还是觉得好委屈 就想去找老板要个说法 结果刚进办公室 老板就给他磕了一个 后脑勺还插了一把刀刀 富哥被吓得啊啊直叫 还稀里糊涂地帮老板拔出了刀刀 哎我擦 我把这玩意儿干啥 完了就想塞回去 他不去手就想着出去叫人帮忙 同事们看到他一身血迹 瞬间就吼出了海豚鹰 这下好了 跳进太平洋都洗不清了 富哥只好撒鸭子开溜 等他走后 真正的杀手从窗帘后面出来 推开老板 飞身一跃进入了通风管道 电梯里刀刀突然掉在了地上 富哥尔伪装成流鼻血逃出了大楼 出来刚好撞见从管道里出来的真凶 富哥尔来到一座桥上 瞅了四处没人 反手就把刀刀撇进了河里 可好巧不巧 刀刀刚好掉在了井船上 警方通过监控 得知富哥尔并不是真凶 警察知道 可富哥尔不知道啊 他认为警察肯定把他当成了凶手 便东躲西藏 打算取出存款跑路 刚输完密码 不行 我取了钱 警察肯定马上就会知道 于是转头就把银行卡身份证啥的全扔了 他来到公共厕所洗掉血迹 然后来到汽车站 打算买张战票连夜跑路 好吧 用我的劳力士换一张到墨西哥的车票 而杀手这边 看到警方公布的录像视频 立马找到了雇主 我尼玛 你也没告诉我还有监控啊 得加钱 还有给我弄张发达国家的护照 在边境的游乐园碰头 我得出国躲一躲 挂完电话 就偷了辆车也开始连夜逃窜 可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半路上 他扭头发现 大巴车上的富贵正盯着自己 给他下一机领 这小子咋跟来了 紧忙加大了油门开溜 他哪知道 富贵其实是在臭美 根本就看不见他 这时车在广播响起 说杀手偷了一辆会有火焰花纹的吉普车逃了 请广大民众留意 杀手明白 这辆车也不能开了 富贵这边也是一样 刚打算睡一觉 司机就说他到站了 我到墨西哥啊 可你的票只能到这儿啊 那这儿离墨西哥还有多远 翻过前面的山 走二公里再游过一条河 然后再走一百公里就差不多了 富贵被扔在了路边 只能按司机说的翻山越岭 饿了就摘点野果子吃 运气好还能采到蘑菇 得 得不但没填饱肚子 还把昨天吃的都给吐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这荒郊野岭的竟然还有车 没错 就是杀手扔掉的那辆 他开车来到小镇 用买票没花掉的三十六块 开了一个房间 这时老板看到了报纸上的通缉令 那啥 外面那辆带火焰文的吉普车是你的吗 不然呢 难道是你的吗 得 四十号房间 等富贵一走 旅馆老板立马就报了警 富贵洗完澡 也无意间看到了今天的报纸 卧槽 警方办案都会预判了吗 我今天偷的车 昨晚就知道啦 富贵崩溃得直撞墙 好巧不巧 隔壁住的就是杀手 听到砸墙 立马举枪警戒 这时警察也赶到了 两人都以为是来抓自己的 富贵集中生智 用毛巾包住头 想假装擦头发蒙混过关 旅馆老板喊道 就是他 卧槽 我伪装成这样你都认识 可警察根本就没鸟他 因为警察叔叔知道杀手长啥样 这时真杀手也冲了出来 对着警方就是啪啪啪 富贵趁机开溜 听到枪声响个不停 他还以为是在打他呢 在路上不停的蛇皮走位 还心想这些警察也不行了 一枪都没打中 逃到火车道边 正巧一辆火车驶来 富贵双脚发力 一个漂亮的大跟头 然后就过了头 好在前面改道 火车停了下来 富贵重新上了车 火车刚启动 杀手也逃了过来 看着逃上车的富贵 杀手终于误了 我说咋老是暴露呢 他拨通了雇主的电话 没想到雇主竟然就是 刚当上总裁的胖子 他并不满足当一个总裁 而是要得到公司的全部 那啥 我被你们公司那个娘们给盯上了 我到哪都能遇见他 怎么可能 那家伙就是一个傻缺 怎么可能有那本事 我不管 我要弄死他 这钱你也得出 火车到站 工人大开车厢 发现里面还躺了个人 原来车里装的是 过期了三年的午餐肉 饿得不行的富贵吃了一整箱 现在也不知道 是称的还是中毒了 等他醒来 已经躺在了医院 等医生离开 他跑到医务间偷了一身衣服 打算继续逃跑 此时杀手也跟来了医院 还将自己装扮成了医生 刚出门就撞见了富贵 他尾随其后 掏出刀刀正要动手 门口突然进来了几名警察 还没等他着急 富贵先急了 转头就要抢人家报纸 警察没鸟榻 而是直接走到了杀手面前 我们有个同事快不行了 你去救他 杀手不敢推辞 只能赶鸭子上架 逃出来的富贵有些口渴 剑边上有个卖水机 投了钢盆就准备痛饮一番 喝饱了继续上路 在路边 他拦了一辆顺风车 司机名叫二翠 非常的热情 听富贵说要去墨西哥 便说自己可以送他 不过我身体有点小毛病 不一定能把你送到 送到哪儿算哪儿 只要不是地狱就行 原来二翠的小毛病是试睡症 说睡就睡的那种 见富贵脑瓜子磕血了 好心的二翠说啥都要带他回家治疗 要不我来开车吧 还是我来 你外地的 对这里不熟 这是熟不熟的事吗 回到家后 二翠得知富贵是个流浪汉 那你也别去墨西哥了 干脆住我家得了 这 也行 不过晚上他老爸得之后 却并不愿意留下富贵 虽说他是个开银行的 但已经快破产了 实在养不起闲人 那啥 我是工商管理硕士毕业 说不定能帮到你呢 我不要钱 管饭就成 既然这样 那也行 免费的 不嫖白不嫖 没毛病 第二天富贵就来到了银行 银行里人不多 除了他 就只有一个保安 这是一个大胡子来闹事 他是当地的首富 开农场的 就是因为他不存钱 银行才开不下去的 大胡子垂研银行这块地很久了 想买下来推掉种苞米 见银行里还来了新人 让他感觉有些不妙 他回到家 刚好看到电视里 富贵拿着刀刀的新闻 就误以为富贵是凶手 这让他瞬间想到了 搞垮银行的主意 他先让手下订好了 明天的报纸头条 接着又去了警局喝茶 富贵还不知道大货临头 还何二催哥迈地里拍拖呢 第二天 银行来了一大批储户 都嚷嚷着要取钱 原因是银行雇了一个杀手当职员 连报纸都上了 他妈这报社是大胡子开的 你们也信 富贵你说 你是不是杀人犯 怎么可能 我就说吧 是大胡子的阴谋 我只是所谓的那个杀手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那个杀手也趁乱溜进了人群 正准备找机会干掉富贵 突然 警察又来了 还说凶手就在现场 一句话 让两人色变 趁乱 二催偷偷带走了富贵 说要和他私奔 也行 那你去买点东西 我去给老板女儿打个电话分手 结果电话还没通呢 就让杀手给挟持了 买完东西回来的二催健壮 就非要跟上来 见有上杆子的 杀手也没客气 那你来开车 你确定要他开车吗 滚进去 就让他开了咋地 路上 杀手说你们这些特工真没意思 我早就发现你了 特工 谁是特工 还装呢 跟了我一路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见到游乐场了 杀手让二催停车 好嘞 杀手带着两人 来到一个小屋和胖子碰了面 胖子给杀手带来了50万现金 还有一本护照 伊拉克的 我不是让你搞个发达国家的吗 瑞士的没货了 还有一本阿富汗的要不 杀手让胖子打开密道 没成想胖子还在密道里藏了枪 结果枪法不准 不但没打死杀手 还让杀手给反杀了 尸体刚好堵住密道 咋都拉不开 此时外面响起了警察的声音 杀手将两人拉到了一个大雕塑头顶 别动 你们同事在我手上 警察有点懵 同事 在哪呢 难道你还有第三个人质吗 你不是特工吗 我啥时候说我是了 那我也有两个人质 难道你们就敢开枪吗 不好意思 我们有个兄弟喝了点酒 我保证不会再让人受伤了 那么我已经受伤了 我不是道歉了吗 趁杀手谈判 富贵突然挣脱 想吓唬一下杀手 眼瞅着杀手要掉下去 富贵紧忙伸出援手 你马就这点高度 就别搞得跟生理死别试的了好吗 杀手伏法 富贵也证明了大家都知道 他是清白的清白 最后 富贵选择了留下来 跟二崔国没羞没臊的生活 顺便继承他家的银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大胡子一定能实现推掉银行 种上包米的愿望 是什么最后来的 好 这样 来